歡迎收看GCN Ultra OneMora推出了不少真無線藍牙耳機 最近我開箱過一對SoloFlow頭戴式耳機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點右上角去看這條影片 最近也收到一個新產品 由OneMora推出的P50有線耳機 今次對有線耳機相當強勁的配置 用到五單元設計 到底是有多厲害呢? 立即和大家開箱研究一下 在繼續之前, 先多謝大家進來看今集的分享 除了看影片之餘 不如幫手按讚和留言 分享對今集產品的看法 讓YouTube 可將影片推送給更多觀眾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今次P50 又取得了Hi-Res Audio 的認證 到達40Hz 高 有一個相當清澈和明亮的聲音 另外創造五單元設計 當中有一個7mm的動圈和四粒平板 令整對耳機的分析非常好 在線材方面, 使用到MMCX 可拆式的頭 以及使用到導引蒙養童的線材 線身方面相當輕巧和柔軟 只要一旦一旦, 整條線會直直 不會打擊 同時亦會提供一個線控 如果大家用耳機來講電話時便適合了 調音方面, 請來隔內美錄音大師 Lucas Biglery 作為今次的調音 留意到, 根基有一條Type-C 轉換線 可以直接在 Android 或iOS 產品上播放 先看看P50 外形 整顆真的非常小 比我之前試過, Sennheiser 產品還要小 整個這麼小, 竟然有五個單元 技術上非常強勁 另外, 線材也很柔軟 有一個線控 基本上, 前方選擇歌都可以用得到 而且, 我發現它的線控 相對接近嘴巴 變得不需要經常握著 線控來講話 比較方便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現在你所聽到的聲音 是由 OneMower P50 測試出來 不知道你覺得質素又如何呢? 配戴感方面, 我覺得相當舒服 耳掛式, 掛在耳殼上 耳機可以很方便收入耳窩 但因為耳機相當細小 所以耳膠, 大家也要選擇一些 風感會高一些 相對風得比較好 又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良好隔音 除了一般跟來不同的尺碼 大家可以慢慢試試 整個佩戴感, 我真的覺得不錯 頗不錯 戴上去之後 基本上, 部分環境聲都已經隔到 因為官方說到 耳機都可以隔到28dB的噪音 如果當你開了歌來聽的話 大部分的環境聲都不會聽得到 先說聽感的部分 相信大家都可以關心 今次P50的聲音是怎樣 整對耳機聽出來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它的聲場非常闊 而且它的橫向感做得很好 平時可能這麼短短 現在就聽到很闊 整個感覺來講, 地是會幾舒服 另外, 縱向感也是做到給你 有適當的縱向感 另外, 聲底方面是微暖偏冷 整個聽上去的時候 會覺得是相當直白 以及沒有什麼陰嚴 而分析力方面相當不錯 而且層次感也是做得不錯 可以將樂器和人聲分開有一定的距離 人聲大約是中間 不會太過前 聽上來相當清晰 不會有一種糊米的感覺 至於三頻方面 我都拆開高中低和大家聊一聊 高音方面, 我覺得P50控制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聽台灣歌手Alien 你都會發覺它的高音 如果耳機控制得不好 是很經常會聽到一些sipulate的聲音 即是那些攝攝聲 或者是會有破音的情況 但P50在高音上真的控制得很好 它不會將高音磨得很滑 在一個不失還原度 又不會影響真實感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自己覺得P50的高音是值得加分的 至於中頻方面都會調得比較涼 聽出來相當有飽滿感和能量感 令到立體感更加明顯 但就是因為調得比較亮 所以某些歌曲聽起來的時候 會有炒異的情況 例如我試過聽張國榮的側面 整首歌都會有鼓聲不停地打著 聽起來就很硬 當你整首歌聽完的時候 耳朵都會有點不舒服 感覺上就會有少許炒異 最後說到低頻方面 都算是P50最弱的一環 我自己覺得它的量感不足夠 而且它的彈性也不太明顯 但質素也算是不錯 如果用來聽一些普通抒情的歌 節奏不太快的歌 其實整對耳機都表現得不錯 但如果你用來聽一些Bass比較重 就會發現它的沉浸感不太出 感覺上就會欠缺了一些氣勢 然後來回到總結 今次P50的定位會如何呢? 我自己會認為 如果你對音質有要求 以及經常都會用耳機來講電話的話 P50 就可以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同時也有五單型的設計 有一圈四顆平板 如果想試平板的聲音的話 P50 也可以留意一下 而P50 賣近有1288元 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下舖試清楚 再決定買還是不買 最後也和大家說一聲 人人聽感不同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分享 記得相信自己的耳朵 買之前要試清楚 今次的耳機開箱評測就到此為止 喜歡影片的話請按LIKE 有問題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幫到你的話 就記得訂閱和分享影片 下條片看看有什麼耳機產品 再跟大家分享 下條片再講一講 拜拜